第31章 兩個字 審問者,現在開始今天的調查 希望你能像上次一樣配合 葉文傑,我知道的你們都知道了 有許多事情反而需要你來告訴我 審問者,不是這樣 我們首先想知道的事 在三體世界發往地球的資訊中 江林派所折留的那部分內容是什麽 葉文傑,不知道他們的組織很嚴密 我只知道他們折留了資訊 審問者,我們換個話題 在與三體世界的通訊被江林派壟斷之後 你是否建立了第三紅岸基地 葉文傑,有這個計劃 但只完成了接收部分 然後建設停止 設備和基地也都拆除了 審問者,為什麽 葉文傑,因為半人馬座三星方向 而沒有任何資訊存來 在所有頻段上都沒有 我想你們已經證實了這個 審問者,是的,這就是說 至少在四年前 三體世界已經停止了與地球的聯繫 這也就使得那批被江林派折留的資訊更加重要 葉文傑,是的,在這方面我真沒什麽可遂的了 審問者,停頓幾秒鐘,那我們找一個可談的話題吧 麥克伊敏斯欺騙了你,是嗎?葉文傑,可以這麽月 他從來沒有向我坦露過自己內心最深處的真實想法 只是表達了自己對地球其他物種的使命感 我沒有想到有這種使命產生的對人類的憎恨已發展到這種極端的程度 以至於他把毀滅人類文明作為自己的最終理想 審問者,看看地球三體組織現在的局面 江林派要藉助外星力量毀滅人類 拯救派把外星文明當神來崇拜 全派的理想是意出買同胞來苟且偷生 所有這些都願你藉助外星文明改造人類的理想不一致 葉文傑,我點燃了火,卻控制不了他 審問者,你有在三體組織內部消滅江林派的計劃 並開始對江林派取行動 但審判日號是江林派的核心基地和指揮中心 伊文斯等江林派的核心人物常駐其上 你們為什麼不首先攻擊這首巨輪呢? 拯救派的武裝力量大部分中於你 是有能力激沉甚至令他的葉文傑為了被截留的主的資訊 那些資訊都存處在第二紅岸基地 也就是審判日號的某台電腦上 如果攻擊那首船 江林派就會載他們認為危急的時刻刪除所有資訊 那些資訊太重要了 我們不能失去他 對於拯救派而言 資訊的刁失如同基督教刁失了聖經 伊斯蘭教刁失了古蘭經 我想你們也面臨著同樣的問題 降臨派把住的資訊當人知 這就是審判日號現在仍然存在的原因 審問者 這方面 你對我們有什麼建議嗎? 葉文傑、梅游 審問者 你把三體世界也稱為主 是否意味著 你對三體世界也產生了像拯救派那樣的宗教感情 或者 你已經歸依了三體教 葉文傑、梅游 只是習慣而言 我不想再談這個問題了 審問者 那我門回到被折留的資訊上來吧 也許你真的不知道其詳細內容 但某些方面 某些大概的東西 總有所聞吧 葉文傑 可能只是些遙傳 審問者 比如 葉文傑、審問者 三體世界是否向降臨派 傳授了某些高於人類現有科技水準的技術 葉文傑、不太可能 因為那些技術 很可能會落到你們手裡 審問者 最後一個問題 也是最重要的 押金為止 三體世界發送到地球的 只有電波嗎? 葉文傑、幾乎是的 審問者 幾乎 葉文傑、現在這一輪三體文明 宇宙航行速度達到光速的十分之一 這個技術飛躍 發生在幾十個地球年前 這之前 他們的羽航速度 一直徘徊在光速的幾千分之一 他們向地球發射的小型探測器 現在環沒走完半人馬座與太陽 是之間的距離的百分之一 審問者 這類有一個問題 已經出發的三體艦隊 如果以十分之一光速航行 四十年後就應該到達太陽系 但為什麼你們說需要四百年呢? 葉文傑確實如此 有大型太空船組成的三體星際艦隊 品質巨大 加速十分緩慢 十分之一光速指示他們能夠達到的最高速度 在這個速度上 只能巡航很短的時間 就要開始減速 另外 三體飛船推進的動力 是正反物質的殷滅 飛船前方有一個巨大的持力場 形成一個漏斗形的持罩 用於收集太空中的反物質粒子 這種收集過程十分緩慢 經過相當長的時間 才能得到共飛船進行一段時間加速的反物質數量 因此艦隊的加速時間斷進行的很長時間的收集後才能進行一次 所以三體艦隊到達太陽系所需的時間是小型探測器的十倍 審問者 那你剛才說的幾乎是什麽意思 葉文傑 關於宇宙航行的速度 我們是在一個限定範圍內討論的 離開了這個範圍 即使是落後的人類 也已經能將一些物質實體加速到接近光速了 審問者 稍頓 你所指的限定範圍 事不是指宏觀範圍 在微觀上 人類已經可以使用高能加速器 將微觀粒子加速到接近光速 微觀粒子就是你穴的那些物質實體吧 葉文傑 你很聰明 審問者 指指而機 我背後有世界上最出色的專家 葉文傑 是的 是微觀粒子 六年前 在遙遠的半人馬座星系 三體世界曾將兩個氫圓子核 加速到接近光速 並向太陽系發射 這兩個氫核 眼就視則子 在兩年前到達了太陽系 然後到達了地球 審問者 兩個字子 他們只送來了兩個字子 這幾乎等於什麼都沒送來 葉文傑 笑 你也月幾乎了 三體世界只有這個能力 只能使則子這摩大小的東西 接近光束 所以在四光年的距離上 他們只能送來兩個字子 審問者 在皇冠世界 兩個字子就等於什麼都沒有 即使是一個細菌的一根毛髮 也包含著幾十億個質子 這有什麼意義 葉文傑 他是一把鎖 審問者 鎖 鎖什麼 葉文傑 所死人類的科學 在三體濫對到達前的四個半世紀 因為這兩個字子的存在 人類的科學 將不可能有任何重大進展 據傳伊文傑說過這樣的話 兩個則子到達地球之日 就是人類科學死亡之時 審問者 這未免太離奇了吧 那我做到呢? 葉文傑 不知道 我真的不知道 在三體文明眼中 我們可能連野蠻人都算不想 只是一堆蟲子 汪廟和丁兒走出作戰中心時 已近午夜 他們剛剛監聽了上面的對話 你相信葉文傑睡的嗎? 汪廟問 你呢? 信嗎? 最近有些事情確實太不可思議了 但 用兩個字子所死全人類的科學 這也 首先注意一點 三體文明 從半人馬座三星 向地球發射了兩個字子 竟都到達了地球 從四光年外 這也描得太準了 漫長的圖中有數不清的干擾 聖際塵埃甚摩的 太陽系和地球都在運動中 這比從明黃星上開槍擊中 這類的一隻蚊子都準確 真是個不可思議的射手 聽到射手一字 汪廟的心不由緊了一下 這說明什麼? 不知道 在你的印象中 質子 中子和電子 這樣的微觀粒子 是個什麼樣子 幾乎是一個點 當然這個點是有結構的 很幸運 我印象中的圖像 比你要真實 寫丁兒月注 把手中抽盡的煙帝 應向遠處 看那什麼? 他指著落到地上的煙帝問 向煙過爐嘴 很好 從這個距離 看那個小東西 是什麼? 差不多也就是一個點 對丁兒走過去 把過爐嘴拾起來 在汪廟眼皮底下 將他試開露出裡面 以油白變黃的海綿絲 汪廟聞到了一股焦油味 丁兒接著月 你看 就這摸個小換意兒 他的給負面積 如果展開來 由一間客廳那麼大 他月注一揚手 又將過爐嘴櫻尿 用煙斗嗎? 我什麼煙都不抽了 煙斗使用另一種更高級的過爐心 三塊錢一個 直徑與香煙過爐嘴差不多 但給他嘗嘗 是一個裝著活性炭的小指桶 把裡面的活性炭倒出來 也就是一小柱 像老鼠屎翅的黑炭粒 但它們內部微孔構成的吸附面積 展開來 有一個網球長這麼大 這就是活性炭 具有超強吸附性的原因 你想越什麼? 汪廟肯注意地聽著 過爐嘴中的海綿獲活性炭是三為體 它們的吸附面則是二為的 由此可見 一個微小的高維結構 可以存儲何等具量的低維結構 但在宏觀世界 高維空間對低維空間的容納也就到此為止了 因為上帝狠論識 在創世大爆炸中 只吸了宏觀宇宙三個維度 但這不等於更高的維度不存在 有多達八個維度被禁固在微觀中 加上宏觀的三圍 在基本粒子中 存在著十一維的空間 那又如何? 我只想說明以下的事實 在宇宙間 一個技術文明等級的重要標誌 是它能夠控制和使用的微觀維度 對於基本粒子的一維使用 從我們那些長毛裸體的祖先 在山洞中生起溝火時 就開始了 對化學粉應的控制 就視在一維層次上操控微觀粒子 當然 這種控制也是從低級到高級 從溝火到後來的蒸氣機 再到後來的發電機 現在 人類對微觀粒子一維控制的水準 已達到了頂峰 有了電腦 也有了你們的納米材料 但這一切 都局限於對微觀維度的一維控制 在宇宙間一個更高級的文明看來 救火和電腦 納米材料等等是沒有本質區別的 同屬於一個層次 這也是他們仍將人類看成從子的原因 遺憾的事 他們是對的 你能不能說得更具體 這一次與那兩個質子有什麼關係 說到底到達地球的這兩個質子能做什麼呢? 正如剛才那人所說 細菌的一根汗毛中 都可能包含著幾十億個質子 這兩個質子就視在我的指尖上百分之百變成能量 我最多也只能感到 將被掙扎了一下 感覺不到的 他們就視在細菌的手指尖上 全部轉化成能量 那個細菌也未必能感到什麼 那你剛才想悅什麼 沒想說什麼 我什麼都不知道 一個蟲子能知道什麼 看你是個蟲子中的物理學家 知道的種比我多 對這事 你至少沒像我這樣亡言 就算我求你了 要不今晚我睡不好覺的 我要是越得多了 你怕是更睡不好 算啦 操這份心有什麼用 我們應該學習藝成和大使他們的達觀 幹好自己的事兒就行了 走 我們去學點兒 然後回去睡個蟲子的好覺吧 第32章古增行動 沒關係 我已經沒有放射性了 史強對坐在旁邊的汪妙月 這兩天 我讓人家 將洗臉口袋次的 翻出來洗了個片 這次會議本來沒安排你參加 是我堅決要求請你來的 嘿 我保準渣哥兩這次 准能出風頭的 史強悅著 從會議卓上的煙灰缸中 揀出一隻雪家屁股 點上後抽一口 點點頭 心曠神移地把煙隨隨套到對面 與會者的面前 其中就有這隻雪家的原主人斯坦頓 一名美國海軍陸戰隊上校 他向大使投去匹夷的目光 這次與會的有更多的外國軍人 而且都穿上了軍裝 在人類歷史上 全世界的武裝力量 第一次面對共同的敵人 常委師將軍說 同志們 這次與會的所有人 對目前形勢都有了基本的了解 用大使的話說 知信對等了 人類與外星侵略者的戰爭 已經開始 雖然在四個半世紀後 我們的子孫 才會真正面對來自二星的三體入侵者 我們現在與之作戰的仍是人類 但從本質上講 這些人類的背叛者 也可看成來自地球文明之外的敵人 我們是第一次面對這樣的敵人 下一步的作戰目標十分明確 就是要奪取審判日號上被折留的三體之信 這些資訊 可能對人類文明的存亡具有重要意義 我們還沒有驚動審判日號 這首據倫目前仍以合法的身份 行使在大西洋上 他已向巴拿馬運河管理局提出申請 將於四天後通過運河 這是我們取行動的一次絕好的機會 隨著形勢的發展 很可能不會再有這樣的機會了 現在 全球的各個作戰中心都在制定行動方案 這些方案將由總部在十小時之內 選擇並確定一個 我們這次會議的任務 就是討論行動方案 最後確定一至三個最可行的上部總部 各位 時間很緊 我們必須以最高效率工作 請注意 所有方案都要確保一點 保證審判日號上三體資訊的安全並奪取得它 審判日號是由郵輪改裝的 船體上層和內部都增加了複雜的結構 據說即使是船員 在進入不常去的區活時 也要憑植地圖應路 我們對其結構的了解就更少了 目前我們甚至不知道審判日號電腦中心的確切為止 也不知道被折留的三體資訊是否存儲於電腦中心的伺服器上 有幾個備份 我們要達到目標的唯一途徑 就是全面領和控制審判日號 這中間最困難的 就是在攻擊行動中避免敵人刪除三體資訊 刪除這些資訊極其容易 敵人在緊急時刻不太可能進行常規刪除 因為以目前的技術很容易恢復 但只需對伺服器硬碟或其他存儲裝置打上一梳子 一切就都完了 這前後在十秒鐘內就能完成 而我們必須在行動被覺察前十秒之內 使存儲裝置附近的敵人失去行動能力 由於存儲裝置的位置不明 備份數量也不清楚 所以必須在極短的時間內 在被目標覺察之前 消滅審判日號上的全部的人 同時又不能對其內部的其他設施 特別是電腦設備造成重大損壞 因此這次任務十分困難 有人甚至認為是不可能完成的 一名日本智慧隊軍官員 我們認為唯一可能成功的行動 一直是由北約軍事情報機構和CIA 負責的有這樣的潛伏者嗎? 沒有不約協調元月 那我們後面剩下的 就是且淡了大使插上一句 立刻遭到很多人的白眼 斯坦頓上教越 消滅一個封閉結構內部的人員 同時對其中的其他設施 又不造成損壞 我們首先想到的 就是球狀閃電武器 丁兒搖搖頭 不幸 這種武器 以陰為人知 我們不知道船體是否裝備了 遮罩球狀閃電的磁場場 即使沒有 球狀閃電 雖然可以保證消滅船內的所有人員 但也不能保證和時升 而且 球狀閃電進入船體內部後 可能患要在空中游蕩一段時間才會釋放能量 這段時間短窄十幾秒鐘 長就有可能達到一分鐘甚至更多 他們完全有時間察覺到 襲擊並取毀滅資訊的行動 斯坦頓上教越 那麼中子彈 上教 你應該知道那也是不行的 一名俄羅斯軍官說 中子輻射不能瞬間致死 中子彈攻擊後 船裡敵人剩下的時間 救開一次我們這樣的會了 另一個方案就是神經毒氣 但由於其在船內的釋放和擴散有一個過程 也不可能達到將軍所說的目標 一名北約軍官越 剩下的選擇就是鎮炸彈和似聲波鳥 斯坦頓上教越 人們都期待著他的下文 但他卻沒有接著說出什麼來 大使越鎮炸彈是我們警方用的換意而易 確實可以一下子把建築物裡的人振昏 但目前好象只對一兩個房間有用 你們有能一次振昏一船人 那麼大個兒的嗎? 斯坦頓遙遙頭 沒有即使有 那樣大的爆炸物也不可能不破壞船內的設施 像聲波武器呢? 有人問還在實驗階段無法用於實戰 特別是那船十分巨大 以現在試驗中的似聲波武器的功率 如果對整個審判日號同時攻擊 最多也就試讓裏面的雲惡心而易 亦大使能滅抽得只剩下一粒花生大小的雪茄頭月 我越過剩下的就是且淡了吧 都且且摸牆了 大家記住手掌的話 時間緊迫 他為笑著轉向易元 一名一念不自在的漂亮女中衛 不好翻霸同志 異思到了就行 但斯坦頓居然似乎聽懂了 他用槓槓抽出的一斤雪茄指著史強說 這個運境有什麼資格 這麼對我們講話 你的資格呢? 大使反問 斯坦頓上教是之心的特種作戰專家 他幾乎參加過越戰以來 所有的重大軍事行動 一名北約軍官月 那告訴你我的資格 二十多年前 我所在的偵察牌 穿插到越軍縱深幾十公里 領了那女的一座嚴密設防的水電站 阻止了越南人炸霸 阻斷我軍進公道路的計劃 這就是我的資格 我戰勝過打敗了你們的敵人 救了大使 常委斯啪啪卓指說 不要扯遠了 你可以說出自己的方案 我看沒必要在這個運境身上 浪費時間斯坦頓上教 輕滅抵穴 同時開始點說 沒等譯言翻譯 大使就跳起來說 炮立死Police 我兩次聽出這個詞了 炸的 看不起運境 要說所一堆炸彈把那大船炸成碎末 那你們軍人行 但要是從裏面完好地取出什麼東西 別看你肩上光著幾火星 還不如小偷兒 這種事宜要出邪招 絕對的邪招 這個 你們遠比不上罪犯 他們是出邪招的大師 知道那招兒能邪到什麼程度 我辦過一個道洩案 罪犯能把行駛中的列車中間的一節車廂偷了 前後的其餘部分 又完好地接起來開到終點站 用的工具指示一根鋼絲繩和幾隻鐵鉤子 這才是特種作戰專家 而將我這樣而在基層摸爬滾打了十幾年的重案刑警 受到了他們最好的培養和教育 越你的方案 否則就不要再發言了 常偉師指著大師說 這而這摩多重量級人物 我剛才怕輪不上我 那樣老領導 你又會越我這人沒禮貌了 你已經沒禮貌到家了 快謝 越你的邪招 史強拿起一枝筆 在桌面上滑了兩條彎曲的平行線 這事混河 又拿起煙灰缸放到兩條線之間 這事審判日號 然後 他擦身越過桌面 一把扯下了斯坦頓上教 江點然的雪家 我不能容忍這個白癡了 上教站起來大叫 史強 出去常偉師例聲越 等我說完 就一分鐘大使越著 向斯坦頓伸出另一隻手 什麼 上教不解地問 再給我一枝斯坦頓猶如了一下 從一個精緻的木盒中 又拿出一枝雪茄 第級史強 後者將第一枝雪茄 無煙的一頭按到桌面上 史他樹立在桌子上滑的巴拿馬混河岸邊 將另一枝的一頭弄平 立到混河的另一邊 再混河兩岸立兩根柱子 柱子之間平行地扯上去多細絲 間距半米左右 這些細絲是汪教授他們製造出來的那種叫 非人的納米材料史強雪茄 站在那裡等了幾秒鐘 舉起雙手對著環沒有份認過來的人門月 完了就這些雪茄轉身走出了會場 空氣凝固了 所有人像石化般一動不動 連周圍電腦的雍雍聲似乎都變得小心翼翼 不知過了多久 才有人歇生生地打破沉寂 江教授非人是絲狀的嗎? 汪廟點點頭 用我們現有的份子建築技術 只能生產出絲狀的材料 操勢大約相當於頭髮絲的十分之一 這些市警官會前向我了解過 現有的數量夠嗎? 運河有多寬 船的高度 運河最窄樹150米 審判日號高31米 汽水8米左右 汪廟盯著桌上的雪茄 操略計算了一下 基本上夠吧 又是一陣漫長的沉默 與會者都再試圖使自己從震驚中恢復過來 如果存儲三體之信的設備 岩碟光碟之類的 也被切割呢? 有人問 紀律不大吧 被切割也問題不大 一名電腦專家說 那種細思極其鋒利 切口一定狠齊 在這種狀態下 無論是硬碟光碟 或是積體電腦傳儲體 其中的資訊絕大部分都可以恢復 或有別的更可行的方案嗎? 常偉思看漢會場 沒人說話 好 下面就集中討論這個方案 開始研究細節吧 一直沉默的斯坦頓上教暫了起來 我去叫警官回來 常偉思揮揮手 視意他坐下 然後哭了一聲 大使 史強走了進來 帶著那一簾壞笑看了看眾人 拿起桌上混河邊上的兩支雪格 把點過的塞到嘴淚 另一支喘進口袋 有人問 審判日號通過時 那兩根柱只能承受非人嗎? 會不會處置首先被割團呢? 汪淼月 這個能解決 有小量片藏的非人材料 可以用作誓師在柱子上固定處的電片下面的討論 主要是在海軍軍官和航海專家們之間進行了 審判日號 史巴拿馬運河能通過的最大噸位的船隻了 吃水狠心 所以還要考慮納米斯在水下的切 水下部分比較困難 如果時間來不及到時可以放棄 那裡主要放置發動機 燃油和一些壓倉物、噪音、震動和干擾都很大 環境惡劣 電腦中心和類似的機構 不太可能設在那個位置到時在水上部分 如果納米斯的間距再少一隻 效果肯定更好 那在混河的三個船閘之一動手 是最好的了 審判日號是巴拿馬赤型船 為通過巴拿馬運河的三十二米寬船 相當一部分大型海輪被設計成三十一米寬 稱為巴拿馬赤型 通過時正好填滿船閘 飛人斯的長度只需三十二米左右 間距可以很少 立柱子和拉斯的操作相對也容易設 特別是水下部分不行 船閘處情況複雜 船在集中要有四台軌道機車牽引通過 速度很慢 而這時也肯定是審判日號上最警覺的時候 在切割過程中時極有可能被發現 是否可以考慮米拉弗洛萊斯船集外面的美洲大橋 喬登就可以用作拉斯的柱子 不行 喬登的間距太寬 非人材料肯定不夠的 那麼我們就確定下來 行動位置是蓋拉德水道巴拿馬運河的主要人工開滑部分 河道狹窄的最窄樹150米寬 船上見之柱的餘量按170米壩翁了月要這樣 拉斯的間距最少就是50厘米 再少材料不夠了那就是說大使吐出一口煙 得想法讓船白天過運河為什麽夜裡船上的人睡覺 都是躺著的50厘米的空檔太大了 白天他們就是坐著或蹲著也夠了 響起了零聲的幾聲小 重壓下的人們感到了一絲帶著血腥味的輕鬆 你真是個魔鬼一位聯合國女官員對大使穴 會傷及無辜嗎?汪妙問 他的聲音中帶著明顯可以聽出來的戰鬥 一名海軍軍官回答 過船雜時要有十幾名接艦工人上船 不過船通過後他們就下去了 巴拿馬引水員要隨船走完82公里的運河 肯定要犧牲掉一名CIA官員穴 還有審判日號上的一部分船員 他們對這船是干什麽的可能並不知情教授 這些事現在不用想 這不是你們要考慮的事情 我們要取得的資訊 關係到人類文明的傳網 會有人造出最後決定的常委思悅 散會時 斯坦頓上舊把那個政治的雪茄目瞎推到史強面前 警官上好的哈雅納 宋級里了四天後 巴拿馬運河蓋拉德水道 汪妙沒有一點而身處異國他鄉的感覺 他知道西面不遠處是美麗的家通湖 東面則是葬麗的美洲大橋和巴拿馬城 但他都無緣見到 兩天前他乘坐飛機 從國內直接飛到巴拿馬城附近的託庫門軍用機場 然後就乘直升機直接來到這裏 眼前的景色太平常了 正在進行的運河託歡工程 使兩岸山坡上的熱帶雨臨變得稀稀拉拉 波上露出了大片黃土 那色彩 真的使光心感到對這裏很熟悉 運河看上去也很普通 可能是因為在這一段他十分狹窄的緣故 這段水道是在上世紀初 由十萬人一超超開作出來的 汪妙和斯坦頓上教 坐在半山坡一座涼挺的躺椅上 兩人都穿著寬大的花塵衣 大草墓櫻在一邊 看上去就是兩個普通的遊客 在這個位置下面的運河進修眼底 就在他門下方的運河兩岸上 分別平放著兩斤24米長的鋼柱 50斤160米的超強度納米斯 已經按約0.5米的間距 連接在兩斤鋼柱上 指示每斤納米斯靠右岸的一段 還連接了一段普通鋼絲 這可以使納米斯隨著是在上面的序物 沉入河底 這讓造是為了讓其他的船隻通過 好在運河上的運輸 並不像汪廟想像的那麼繁忙 平均每天只有40艘左右的大型船拍通過 兩斤鋼柱的一端都與活動交結相連 只有等待審判日號前面的最後一艘船通過 才能拉回普通鋼絲 把納米斯在右岸鋼柱上做最後固定 然後鋼柱才能立起來 行動的代號是古增 這是狠自形的聯想 而納米斯構成的切割網則被稱為鋼 一小時前 審判日號以尤加通湖駛入蓋拉德水道 斯坦頓問汪廟以前是否來過巴拿馬 汪廟月沒有 我在1990年來過上教月 是那次戰爭吧?是 但對我來說是最沒有印象的一次戰爭 只記得在梵帝江大使館前 被包圍的諾列加總統播放傑克遜的搖滾舞曲 無處可討 那是我的主意下面的混河中 一手通體雪白的法國郵輪正在緩緩駛過 抱著綠地坦的甲板上 有幾名穿得花花綠綠的遊客載閒街2號觀察稍報告 目標前方已沒有任何船隻斯坦頓的捕滑機響了起來 把琴立起來斯坦頓命令到幾名頭戴安全帽工人模樣的人出現在兩岸 汪廟站起身來但上教拉住了他 教授你不用管他們會幹得很好汪廟看住右岸的人 理索地抽回連接納米斯的普通鋼絲 把已經崩緊的納米斯在鋼柱上固定好 然後兩岸的人同時拉動幾斤長鋼索 使兩斤鋼柱換換樹立起來 為了藝裝 兩斤鋼柱上都掛了一些航錶和水為標誌 他們幹得很重用 甚至看上去有些懶洋洋的 像是在從事一件平淡佛味的工作 汪廟盯住鋼柱之間的空間看 哪裏看上去一無所有 但死亡之琴已經就位 目標距琴4公里 布話機裡的聲音樂 斯坦頓放下布話機 又繼續剛才的話題 我第二次來巴拿馬是1999年 參加過運河主權交接的儀式 很奇怪 當我們來到管理局帶流前時 看到聲調旗已經航下了 據說是應美國政府要求提前一天航下的 以避免在眾人面前航旗的尷尬場面出現 那時以為是在目睹一個歷史性的時刻 現在想想 這些事情是多摩的微不足道 目標它琴3公里 是呀!微不足道汪廟富和道 它根本沒有聽清斯坦頓在說什麼 世界的其餘部分對它來說已經不存在 它的全部注意力都集中到 還沒有在視野中出現的審判日號上 這時早晨從太平洋東海岸升起的太陽 正向太平洋西海岸落下 混河中金光輪輪 更近的下方死亡之琴靜靜地立著 兩斤降柱黑糊糊的反射不出一點兒陽光 看上去比流過它們中間的混河更古老 目標距琴2公里 斯坦頓似乎沒有聽到布話機中的聲音 仍在滔滔不絕地悅著 自從得知外星人的艦隊正在向地球飛來後 我就得了失憶症 很奇怪 過去的事都記不清了 我指的是自己經歷過的那些戰爭 都記不清了 像剛才所說的那些戰爭都那麼微不足道 知道這件事以後 每個人在精神上都將成為新人 世界也將成為新的世界 我一直在想 假設在兩千年前或更早的時間 人們知道有一支外星入侵艦隊將在幾千年後到達 那現在的人類文明是什麽樣子 教授 你能設上一瞎嗎 我不能 汪淼深不載煙地敷衍著目標距琴1.5公里 教授 我想你將成為新世紀的蓋拉德設計建設巴拿馬運河的工程師 蓋拉德水道就是以他的名字命名 我們期待著你的巴拿馬運河建成 不是嗎 太空電梯其實就是一條運河 將巴拿馬運河連接了兩個大洋一樣 太空電梯將地球和太空連接起來 汪淼現在知道 上教撈都住這些無意義的廢話 其實是想幫他度過這一間難時刻 他狠感激但這作用不大 目標距琴1公里審判日號出現了 再從側面山脊上照過來的樂日光芒中 他是河面一片金波上的一個黑色展影 這首6萬噸級的巨輪比汪淼想像的要大得多 他出現時 仿佛西邊又突然了一座山峰 雖然汪淼知道運河可以通過7萬噸級的船舶 但目標這樣的巨輪再如此窄小的河到中行駛 確實有一種奇怪的感覺 與他的巨大相比 下面的河流似乎已不存在 他像一座在陸地上移動的大山 適應了朝陽的光芒後 汪淼看到審判日號的船體是黑色的 上層建築是雪白的 那面具仍天線不見了 巨輪發動機的功名聲已經可以聽到 還有一陣軍工的水星 那是他雲原的船手推起的浪牌衝擊運河兩岸發出的 隨著審判日號與死亡之禽距離的縮短 汪淼的心跳就然加速 呼吸也急速起來 他有一種立刻逃離的衝動 但一陣虛弱使他以無法控制自己的身體 他的心中突然勇起了一陣對史強的憎恨 這個黃白蛋怎麼會想出這樣的主意 正像那為聯合國女官員所語 他是個魔鬼但這種感覺轉迅即逝 他想到如果現在大使在身邊 那自己的情況會好得多 斯坦頓上教曾申請大使同來 但常委斯沒批准 那邊現在更需要他 汪淼感覺到上教拍了拍他的手 教授一切都會過去的 審判日號正在過去 他在通過死亡之禽 當他的藍手接觸兩根鋼柱之間似乎空無一物的平面時 汪淼頭皮一緊 但什麼都沒有發生 據輪旁大的船體從兩根鋼柱間隨隨駛過 當船體通過一半時 汪淼甚至懷疑鋼柱間的納米斯 是不是真的就不存在 但一個小小的跡象否定了他的懷疑 他注意到船體上層建築最高處的一根細長的天線 從下部截斷了 天線滾下來很快 納米斯存在的第二個跡象出現了 而這險舍讓汪淼徹底崩潰 審判日號寬闊的甲板上很空蕩 指事後甲板上有一個人在用水龍頭洗濫妝 汪淼從高處看得很清楚 當船的這一部分從鋼柱間移過的瞬間 那人的身體突然僵硬了 水龍頭從他手裡滑落 與此同時連接龍頭的膠皮水帶也在不遠處 眷成兩折 水從那裡白花花的噴了出來 那人直直地站了幾秒鐘就倒下了 他的身體在接觸甲板的同時分成兩折 那人的上半部分滑在血縛中爬行 但只能用兩隻半條的手臂爬 因為他的手臂也被切斷了一半 船尾通過了兩斤鋼柱後 審判日號仍在以不便的速度向前行駛 一時看不出更多的而讓 但汪淼聽到發動機的聲音發生了怪異的扭曲 接著被一陣集亂的巨響所代替 那聲音聽起來將一台大馬達的轉子中 被握進去一個班手 不,是很多個班手他知道 這是發動機的轉動部分被切割後發出的 在一聲刺耳的破裂聲後 審判日號的船尾一窄出現了一個破檔 這棟是被一個巨大的金屬扣件撞出的 那個飛出的扣件船隻落入水中 激起了高高的水柱 在他一閃而過之際 汪淼看出那是船上發動機的一段曲軸 一股濃煙從破洞中湧出 在右岸直線航行了一段的審判日號 就拖著這道煙尾開始轉向 狠化越過河面 撞到左岸上 汪淼看出 上岸波的巨大船手 在急劇變形的同時 將土波像水那樣衝開 激起洶湧的土壤 與此同時 審判日號開始散成四十多片薄片 每一片的厚度是半米 從這個距離看去是一片片薄板 上部的薄片前速度最快 與下面的逐級錯開來 這首巨輪 將一疊被向前推開的撲克牌 這四十多個巨大的薄片 或動時相互摩擦 發出一陣尖利的怪音 將無數隻巨子再獲玻璃 再者令人無法忍受的聲音消失後 審判日號已經化做一堆岸上的薄片 越靠上前得越遠 將從一個半島的服務生手中 向前傾倒的一羅盆子 那些薄片看上去像布片般柔軟 很快變形 形成了一堆複雜的形狀 讓人無法想像他曾是一手巨輪 大批士兵開始從山坡上向河岸 汪了懇驚奇附近究竟在什麼時候 什麼地方隱蔽了者摩多人 直升機群功名柱圓運河飛來 越過覆蓋著一層色彩斑蘭的 油膜的河面 圓停在審判日號的殘骸上空 殺大量的白色滅火劑和泡沫 很快控制了殘骸中正在蔓延的火勢 另外三架直升機迅速用線索 向殘骸放下搜索人員 斯坦頓上教已經離開了 汪廟拿起了他放在草帽上的望遠鏡 克服著雙手的戰斗 觀察被飛人切割成四十多片的審判日號 這時他有一大半已被滅火粉劑和泡沫所覆蓋 但仍有一部分暴露著 汪廟看著了切割面 像鏡面般光滑 毫不走營地影著天空火紅的朝下 他橫看著了鏡面上一塊深紅色的圓斑 不知事不事血三天而喉 審問者,你了解三體文明嗎? 葉文傑,不了解 我們得到的資訊很有限 事實上,三體文明真實和詳細的面貌 除了伊文斯等折留三體資訊的江林派核心人員 誰都不清楚 審問者,那你為什麼對其抱有那樣的期望 認為他們能夠改造和完善人類社會呢? 葉文傑,如果他們能夠跨越星際來到我們的世界 說明他們的科學已經發展到相當的高度 一個科學如此昌明的社會 必然擁有更高的文明和道德水準 審問者,你認為這個結論本身科學嗎? 葉文傑,審問者,讓我冒昧推測一下 你的父親深受你祖父科學救國思想的影響 而你又深受父親的影響 葉文傑,不為人察覺地嘆息一聲 我不知道,審問者,現在告訴你 我們已經得到了被江林派折留的全部三體之信 葉文傑,哦,伊文斯怎麼讓了? 審問者,在對審判日號取行動的過程中 他死了,伊文斯被飛刃切割成三段 當時他慎恕審判日號的指揮中心 他最上面的那部分向前爬行了一米多 死的時候,雙眼盯著爬向的那個方向 正是在那個方向的一台電腦中 找到了被折留的三體之信 葉文傑,資信很多嗎? 審問者,很多,約28G 葉文傑,這不可能,聖制間超遠端通訊的效率很低 怎麽可能傳送這麽大的信息量? 審問者,開始時我們也這樣想 但事情遠遠超過了所有人的想像 即使是最大膽、最離奇的想像 這樣罷,請你閱讀這些資訊的一部分 你將看得自己美好幻想中的三體文明是什麽樣子? 第三十三章監聽完 三體資訊中沒有包含對三體人生物形態的任何描述 人類要在四百多年以後才能真正看得三體人 再閱讀資訊時,葉文傑只能把三體人想像成人類的形象 1379號監聽站已經存在了上千年 像這樣的監聽站,在三體世界中有幾千個 他們全神觀著地聆聽著宇宙間 可能存在的、智慧文明的資訊 最初監聽站中又想百名監聽員 但隨著技術的進步,現在只有一個人藉手了 監聽員是一個卑微的職業 他們雖然身處恆溫 且能保證生活供給的監聽失蹤 在亂世紀不必脫水 但他們的生命也就在這小小的空間中流逝 能夠享受到的行紀元快樂 比其他人要少得多 1379號監聽員透過小小的窗子 看著外面的三體世界 這是亂紀元的黑夜 據月環沒有升起來 大多數人都處於脫水的冬眠中 甚至植物也本能地脫水了 成了附著於地表沒有生命的一束乾纖維 星光下 大地看上去像一大塊冰冷的金屬 這是最孤寂的時刻 在靜靜的午夜 宇宙向他的聆聽者展示著廣幕的荒涼 要379號監聽員 最不願意看的 就是顯示氣上換換移動的那條谷線 那是監聽系統接收到的宇宙電波的波形 無意義的雜訊 他感到這條無限長的線 就是宇宙的秋象 一頭連著無限的過去 另一頭連著無限的未來 中間只有為無規律無生命的隨機起伏 一個個高低錯落的波峰 就像一粒粒大小不等的沙紙 整條線 就像是所有沙粒排成行形成的一圍沙漠 荒涼直療 長得令人無法忍受 你可以沿著它 向前向後走無限遠 但永遠找不到歸宿 但今天 當監聽完掃了一眼波形顯示後 發現有些異樣 即使是專業人員 也很難緊憑肉眼看出波形 是否懼帶資訊 但監聽完對宇宙集訊的波形太熟識了 眼前移動的波形 似乎多了某種說不出來的東西 這條起伏的細線 像是有了靈魂 他敢肯定 眼前的電波 是被智能調劑的 他到另一台主機終端前 察看電腦對目前接收內容識別度的判別 發現識別度是紅色十 在這之前 監聽系統接收到的宇宙電波 識別度從未超過藍色二 如果達到紅色 波段包含至為資訊的可能性 就大於百分之九十 如果視紅色十 就意味著接收到的資訊 包含至至液解系統 解液電腦在全功率工作著 他發現了資訊中的至液解系統 並成功地利用它 狠快顯示 液解完成 監聽完打開結果檔 三體人第一次讀到了 來自另一個世界的資訊 向收到該資訊的世界至以美好的足緣 通過以下資訊 你們將對地球文明有了一個基本的了解 人類經過漫長的勞動和創造 建立了燦爛的文明 湧現了豐富多彩的文化 並初步了解了自然界和人類社會運行發展的規律 我們珍視這一切 但我們的世界仍有極大缺陷 存在著仇恨、偏見和戰爭 由於生產力和生產關係的矛盾 財富的婚嚴重不均 相當部分的人類成員生活在貧困和苦難之中 人類社會正在努力解決自己面臨的各種困難和問題 努力為地球文明創造一個美好的未來 發送該資訊的國家所從事的事業 就是這種努力的一部分 我們自力於建立一個理想的社會 使每個人類成員的勞動和價值都得到充分的尊重 使所有人的物質和精神需要都得到充分的滿足 使地球文明成為一個更加完美的文明 我們懷著美好的願望 期待著與宇宙中其他文明社會建立聯繫 期待著與你們一起 在廣闊的宇宙中創造更加美好的生活 在令他頭魂目遠的激動中 監聽完看著波形顯示 資訊仍源源不斷地從太空湧進天線 由於致逆解系統的存在 電腦已經可以實現即時翻譯 接收到的資訊被立刻顯示出來 在以後的兩個三體時中 監聽完知道了地球世界的存在 知道了那個只有一個太陽 永遠處於恆紀元中的世界 知道了在永遠封掉羽信的天堂中 彈生的人類文明來自太陽系的資訊結束了 逆解電腦開始無結果地運行 監聽系統所聽到的 有是宇宙荒涼的雜訊 但監聽完可以確定 剛才的一切不是夢 他也知道分在世界各處的幾千個監聽站 也都收到了這三體文明 期待了億萬年的資訊 二百輪文明 怕行在漆黑的隧道中 現在終於在前方看到了一線光亮 監聽完又一片閱讀來自地球的資訊 他的絲水在地球那永不風動的藍色海洋 和翠綠的森林田野間飛翔 那受著那和去的陽光和清涼的微風的苦墨 那是個多麼美麗的世界 二百多輪文明幻想中的天堂居然真的存在 激動和興奮很快冷卻下來 剩下的只有失落和淒涼 在過去那漫長的孤寂時光中 監聽完不止一次地問過自己 即使有一天真的收到了外星文明的資訊 與自己又有什麼關係呢? 那個天堂不用於自己 自己這孤獨而卑微的生活 不會因此有絲毫改變 但我至少可以在夢中擁有他 監聽完想住讓自己進入了睡眠 在嚴酷的環境中 三體人進化出睡眠的開關功能 可以在幾秒鐘內使自己立刻入睡 但他並沒有得到自己想要的夢 藍色的地球確實在夢中出現了 但在一支龐大的星際纜隊的炮火下 地球美麗的大陸開始燃燒 為藍的海洋沸騰蒸發 監聽完從惡夢中醒來 看到剛剛升起的巨月 把一束冷光頭進小窗 他看著窗外寒冷的大地 開始回顧自己孤獨的一生 現在他已經活了六十萬個三體時 三體人的壽命一般在七十至八十萬個三體時 其實大部分人早在這之前就失去了工作能力 這時他們就會被強制脫水 脫水後的干纖為軀體被附之一具 三體社會是不讓行人的 現在監聽員突然又想到了另一種可能 說收到外星之信對自己沒有影響是不確切的 在目標確定後 三體世界必然會裁減一部分監聽站 而自己所在的這種落後的網站 肯定是在首批財減之列 那時他將面臨失業 監聽員的技能很單一 只是一些程式化的操作和維護 很難找到別的工作 如果在五千個三體時之內還找不到工作 他也將面臨著強制脫水後被焚燒掉的命運 逃脫這種命運的唯一途徑是與一名異性組合 這時構成他們身體的有機物質將融為一體 其中三分之二的物質將成為生化粉應的能源 使剩下的三分之一細胞完成徹底的更新 生成一個全身的軀體 之後這個軀體將發生分裂 列解為三至五個新的有小生命 這就是他們的孩子 他們將繼承父母的部分記憶 成為他們生命的延續 重新開始新的人生 但以監聽員卑微的社會地位 孤獨封閉的工作環境 又到了這個年紀 能有哪個異性看得上自己呢? 在老知張志的這幾年 監聽員千萬遍問自己 這就是我的一生嗎? 他又千萬次回答 是的 這就是你的一生 這一生所擁有的 只有監聽失這小小空間中無盡的孤獨 他不能失去哪個遙遠的天堂 即使是在夢中 監聽員知道在宇宙尺度上 對於來自太空的低頻電波 因為沒有足夠長的測量範圍 只能確定發射源的方向 卻無法知道其距離在那個方向上 可能是遠距離的高功率發射源 也可能是近距離的低功率發射源 那個方向有億萬火行星 每一火都以遠近不同的星星 會成的星海為背景 不知道發射源的距離 根本不可能確定位置座標 距離、關鍵是距離 其實,確定發射源距離的方法十分簡單 給對方回覆一個資訊 如果對方再收到這個回信後 短時間內回答 由間隔時間和光速就可以得知距離 問題是,對方會回答嗎? 或者再延遲很長時間以後回答 使三體人無法確定電波信號在路上消耗的時間有多少 但既然這個發射源主動向宇宙發出呼喚 那他們接到三體世界的資訊後 有很大可能會回答的 監聽員可以肯定 現在三體政府已經發出了指令 向那個遙遠的世界發出資訊 引誘他們回答 資訊也許已經發出 也許還沒有 如果事後者 那麼他就有了使自己這卑微的生命燃燒一次的機會 和地球的雄岸基地一樣 三體世界的大部分監聽站 也在同時向太空中發射資訊 呼喚可能存在的外星文明 三體科學家也早就發現了 行星對於電波的放大功能 遺憾的是半人馬區的三火太陽 在結構上與人類的太陽有很大差異 存在著很大的邊等離子氣層 正是這個氣層使三體世界的太陽在一定的距離上 突然變成飛星或由飛星顯形 這種氣層對電磁波有很強的遮罩作用 使得到達太陽能量鏡面的電波功率 又一個極大的缺席 因而不可能把太陽作為天線發射資訊 只能用地面天線直接向目標發射 否則人類早已得知三體文明的存在了 監聽員撲到操作平前 在電腦上編輯了一條簡短的資訊 並指令電腦易成與收到的地球資訊相同的語言 然後他將監聽站的發射天線 指向地球資訊來源的方向 發射按鈕晴紅色的掌方形 這時監聽員的手指 原在他上面三體文明的命運 就是於這籤勢的兩指之上 毫不猶豫地監聽員按下了發射見 高攻律電波帶著那條簡短 但可能拯救另一個文明的資訊 飛向黑暗的太空 這個世界收到了你們的資訊 我是這個世界的一個禍平主義者 我首先收到資訊是你們文明的幸運 警告你們不要回答 不要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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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們的方向上有千萬火行星 只要不回答 這個世界就無法定為發出源 如果回答 發射器將被定為 你們的文明將遭到入侵 你們的世界將被領 不要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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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不清楚三體世界元首的觀底是什麽樣子 但可以肯定他與外界之間有厚厚的隔場 以便適應這個世界的嚴酷氣候 三體遊戲中的金字塔就是一種猜測 另一種可能是他健在地下 原首在五個三體時前 就得到了收到外星文明資訊的報告 兩個三體時前 他又得到報告 要379號監聽站 向資訊來源方向發出了警告資訊 前者沒有使他狂起 後者也沒有令他沮喪 對那名發出警告資訊的監聽員 他也沒有什麽憤恨 以上這些情緒 還有其他的所有情緒 像恐懼、悲傷、幸福、美感等等 都是三體文明所極力避免和消除的 因為他們會導致個體和社會在精神上的脆弱 不利於在這個世界惡劣的環境中生存 三體世界所需要的精神就是冷靜和麻木 從過去二百餘倫文明的歷史中可以證明 那些以這兩種精神為主體的文明 是生存能力最強的 你為什麽這麽做 元首問站在他面前的1379號監聽員 為了不虛道一生監聽員冷靜地回答 你發出的警告資訊 很可能使三體文明失去一次生存的機會 但吸了地球文明這樣的機會 元首請允許我說這麽一件事 大約在一萬個三體時前的亂紀元中 監聽站的巡迴供給車把我所在的1379號站留掉了 這就意味著我在之後的一百個三體時中斷糧了 我吃掉了暫中所有可以吃的東西 甚至自己的衣服 即使這樣再供給車載到到來時 我還是快要餓死了 上級因此吸了我一生中最長的一次優假 在我隨著供給車回城市的途中 我一直被一個強烈的欲望控制著 那就是有車上所有的食物 每看到車上的其他人壓東西 我的心中就充滿了憎恨 真想殺掉那人 我不停地偷車上的食品 把他們藏在衣服裡和座位下 車上的工作人員覺得我這樣狠有意思 就把食品當禮物送給我 當我到城市下車時 背注遠遠超過我自身體重的食物 當然 後來我從這種精神變態中恢復了 但那種強烈的有慾望 給我留下極深的印象 三體文明也是一個處於生存危機中的群體 它對生存空間的有慾 與我當時對食物的慾望一樣強烈 而無止境 它根本不可能與地球人一起分享那個世界 只能毫不猶豫地毀滅地球文明 完全有那個行星系的生存空間 我想得對嗎? 對!消滅地球文明還有另外一個理由 他們也是好戰的種族 很危險 當我們與其共存於一個世界時 他們在技術上將學得很快 這樣下去 兩個文明都過不好 我們已經確定的政策是 三體艦隊領太陽系和地球後 不會對地球文明進行太多干涉 地球人完全可以像以前那樣生活 就像三體領者不存在一樣 只有一件事是被永遠禁止的 生育 現在我要問 你想當地球的救世主 對自己的文明 卻沒有一點責任感 三體世界已經讓我厭倦了 我們的生活和精神中 除了為生存而戰 就沒有其他來西了 這有什麼錯嗎? 當然沒有錯 生存是其他一切的前提 但原首請看看我們的生活 一切都是為了文明的生存 為了整個文明的生存 對個體的尊重幾乎不存在 個人不能工作就得死 三體社會處於極端的專制之中 法律只有兩檔 有罪和無罪 有罪處死 無罪釋放 我最無法忍受的是 精神生活的單一和枯竭 一次可能導致脆弱的精神 都是邪惡的 我們沒有文學沒有藝術 沒有對美的追求和享受 甚至連愛情也不能傾訴 原首 這樣的生活有意義嗎? 你向往的那種文明 在三體世界也存在過 它們有過民主自由的社會 也留下了豐富的文化遺產 你能看到的只是極少一部分 大部分都被封存禁月了 但在所有三體文明的輪迴中 這類文明是最脆弱最短命的 一次不大的亂世紀災難 就足以洗其滅絕 再看你想拯救的地球文明 那個在永遠如春的美麗溫室中 嬌生慣養的社會 如果放到三體世界 絕對生存不了一百萬個三體時 那花朵雖然嬌弱但是殉禮無比 它在天堂閒息中感受著自由和美 如果三體文明最後有那個世界 我們也可以創造那樣的生活元首 我懷疑 金屬般的三體精神 已經凝固到我們的每一個細胞中 你真的認為它還能融化嗎? 我是個小人物 生活在社會的最底層 沒有人會注意到我 孤獨一生 沒有財富 沒有地位 沒有愛情 也沒有希望 如果我能夠拯救一個自己 愛上的遙遠的美麗世界 那這一輩子至少沒有白活 當然 元首 這也讓我有緣見到了你 如果不是這個舉動 我這樣的小人物 也只能在電視上景仰你 所以請允許我在此表達自己的榮幸 毫無疑問你是有罪的 你是三體世界所有輪迴的文明中 最大的罪犯 但三體法律現在出現一個例外 你自由了元首借浸魔行 對你來說脫水消掉真是一種微不足道的懲罰 你老了也不可能看到地球文明的最後毀滅 但我至少要讓你知道你根本拯救不了他 我要讓你活到他失去一次希望的那一天 好了 酒吧1379號監聽完走後 元首換入了負責監聽系統的執政官 對他元首也避免了怒怒 只是例行公事而議 你怎麽能讓這樣的脆弱邪惡分子進入監聽系統呢 元首監聽系統有幾十萬名工作人員 嚴格申別是很難的 1379號畢竟在那個監聽站工作了大本生都沒出錯 當然 這個最嚴重的失誤責任在我 在三體世界的太空監聽系統中 與此相關的責任人還有多少 我初步查了一下 由上之下各個層次 大約六千人罷 他們都有罪事 六千人都脫水 在首都中心廣場消掉你 就當引火勿吧 借借元首 借讓我們的良心多少安定了一些借之前 我再問你 那條警告資訊能存多遠 要379號是一個小型監聽站 發射攻率不大 大約能存一千二百萬光時 約一千二百光年吧 夠遠了 你對三位文明下一步的行動 有什麽建議嗎 是否向那個外星世界發送經過仔細編制的資訊 設法引誘他們回答 不,這更有可能弄巧成絕 好在那條警告資訊很短 我們只能希望他們能忽略或誤解他的內容 好了,你去罷監聽執政官走後 元首照見了三體艦隊統帥 首批艦隊最後完成啟航準備 還須要多掌時間 原首,艦隊的建議還處在最後階段 具備航行能力至少還需要六萬時 我將請執政官聯席會議審議我的計劃 艦隊建成後立即啟航 就向著那個方向 原首,在那樣的接收頻率上 即使方向的定位也不時太準確 要知道,艦隊只能以百分之一光速航行 而且其動力儲備只夠進行一次減速 也不可能沿那個方向進行大範圍搜索 如果目標距離不明 整個艦隊最終的結果就是最入宇宙深淵 但看看我們星是的三火太陽吧 其中任何一火的氣層隨時都可能膨脹 吞沒我們這最後一火行星 所以,沒有別的選擇 這個險必須無 那麼大家多久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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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